哈喽,大家早上好啊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Dar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啦 县港的国际机场 那我今天不是想要去搭飞机啦 是个朋友约了在这边吃午餐 因为他等下呢,就要搭飞机回马来西亚啦 所以我是来送机的 那我的角色就放在这边啦 看他们的摩托也是这样子罢的 里面这边全部是乘客车的 没有看到摩托也没有看到脚车 感觉哦,它的机场好像是有两个 这个看起来比较旧一点 然后它前面那一栋呢,它是比较新的 我觉得我去那一个比较新那边的看看 刚刚问了这边的Guard呢 他说,这一栋比较旧的这个机场呢 它是Domestic的飞机场来的 然后,这一栋比较新的呢 它就是International的啦 我记得啦 我朋友是要飞回马来西亚 所以是在这个International的啦 哇,还蛮漂亮的 它的飞机场呢 我要去找一个地方坐下来 接这边的WiFi在这边等我的朋友啦 OK,我对面 哇,不错了 它的机场很美耶 你看 好多人喔 我就坐在外面这边等吧 有Cafe 不错不错啊 蛮漂亮的 走去前面看啊 我觉得前面美 好,这些 这个是Taxi的价格 来拍一下给你们看 啊 这个价格大概是 它的价格呢 已经是List好好了的 所以是 不会被砍了啦 这边 我们的新年度质 啊,还有一个小小的Fountain耶 这里 哇,真的不错耶 很漂亮耶 我第一次来越南的机场耶 看 这边全部是Money Exchange的 哦,卖钱的 OK啦 我就坐在这边等我的朋友啦 结果呢 我是没有见到我的朋友啦 他进到了Bodding Hole里面 然后应该是不方便出来了 啊,没关系啦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再见啦 好 那我今天呢 还会在Danang这边多待一天啦 因为今天晚上呢 我现在要去看那个 喷火的龙 好,然后 今天呢 我也是会住在这个 喷火的龙的附近这里啦 前面那条桥呢 就是那个龙桥啦 好 现在要先去接应我的住宿啦 接应过后 把我的背包放下来 然后过后就去 四周围逛逛啦 哦,我要上龙桥了 哎哟 拍一下这个白天的这个龙桥 哎呀,哎呀,哎呀 哦,今天是龙尾哎哟 哦,所以它的龙头是靠近海边的 哦 哦 哦 白天 啊,现在都在上这波哎 好 来,Danang 它的河 很美耶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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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 Kon Tiki Hostel呢 就是我今晚的住宿啦 哦 它的整个环境呢 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蛮干净的 然后它的设施那些都蛮齐全的 哦 我今天就不拍这个住宿里面啦 因为 在Danang这边呢 它蛮多Asian的 然后Asian呢,它对这种 镜头呢,是蛮敏感的 好,我的住宿一个晚上呢 是115,000 大概是马逼22块半 有包一个早餐啦 好 好,现在是在我的住宿的对面这边呢 先 啊,吃一个板米啦 好 它的料 哇,你看它的烧肉 哦 好像好吃 哦 哦 这个是我今天的午餐啦 哦 吃饱过后 我会沿海骑行 然后去看一个观音的圣像啦 这个呢 是在龙头这边的一个小小的公园 哦 这个地方呢 它距离我的这个hostel呢 大概就500米啦 哦 晚上呢,我是可以直接走路过来这边看这个龙喷火啦 好 然后 现在要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吃我的板米啦 你看 啊,这个是 啊 类似这一个新加坡的那个 那个 那个 石子 噴水的石子 达达的一些景 啊 蛮多高楼的这边 这个是龙桥啦 啊 我的板米 啊,今天预备了这一个鸡蛋的板米 哦 蛮多游客的 哦 很多很多韩国人啊 这边 现在呢 来到了达达的海边这里啦 现在海边这边先走走一下吧 啊,这边呢 有很多这个椰树耶 哦,很漂亮耶 啊 啊 然后这边是一些这个档口啦 啊 啊 有卖饮料啦 还有卖这些衣服的 啊 沙滩的衣服 啊 这边是一个小小的park 我们来这个park这边看看 哦 它的海风凉哦 这边 哇 很漂亮耶 我觉得达达的海边 啊 这边先厕所 哇 哇 看它的海水 很蓝耶 然后它的椰树哇 很美哦 哦 不错啊 走起来的海沙滩那边 哇 哇 今天的天气好好哦 哦 有蓝天啊 很舒服的一个海边啊 这边 很多人在这边休息 吹风 嗯 然后那一个 呃 前面那一转观影圈巷呢 就是我们想要过去的咯 距离这个海边 大概还有7.5公里啦 啊 沿途 呃 沿着这个海岸线 骑行的 就会到这个观影这里啦 啊 本来这个海 啊 超爱超爱的 嗯 我们走过去 前面那边看 很舒服哦 这边还有这个 浪杆的 哦 所以在这边游泳呢 是蛮安全的 还有这个 啊 这个 呃 围起来啦 哦 在那个围起来的 范围里面游泳呢 是安全的 哇 它的浪是蛮大的啊 前面是cafe 好漂亮 我觉得这个海边真的很美耶 哦 哇 他们的海边这样美的 原来 这间是什么来的 突然间有一间 这样子的 比较 复古的这一个建筑物 没有写哦 不知道它是什么来的 哦 I love that 哇 它的沙滩的沙很白哦 首先去看它的沙 哇 很细很白嘞 哎 很舒服耶 这个沙 而且很干净耶 这片沙滩 哇 哇 这样子长长一片的沙滩 然后它没有到很多很多 啊 就是满到满的那种人潮 它还有很多的这个空位 哦 之前去兰卡维的那个海边哦 哇 那海边够力啊 完全全都是游客 这个就还好 这个就还好 我觉得 达南的海边OK 好 来去看那个观影啊 现在 哇 给你们看达南的沿海路段哦 真的很漂亮耶 你看这些高楼 很整齐哦我觉得 哦 然后还有这些野树 哇 我超爱的超爱的 啊 我要对达南改观啊 我记得我一点点爱上达南了 它的海边真的是太美了 哦 哇 不错不错 啊 再考虑看看要不要再多待一天啊 啊 我想要花一点时间来拍一拍这个海边啊 今天是没有什么时间了 还有一点湿了 哦 很漂亮哦 这边我给你们讲 很舒服哦 你看海边野树 超多的 哦 哦 惨了 我爱上达南了 诶 这边 走 走去这个海边这边看看吧 OK 这边可以上 好 转进去 你看 他们这边有 很多这个 b-g-hole 各位,两个纸了 晚上这个有开灯,晚上应该很漂亮 OK啦,我觉得我应该要extend多一天了 我没有想到Darnam的海边是这样漂亮 好,而且很干净喔这里,真的很干净喔 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垃圾 Darnam 这是龙,龙车 Darnam 舒服啊,舒服啊,真的很舒服啊这里 怪不得那么多游客来打囊 OK,要出回它的大路了 我在海边这边喔,看到有人在拉这个绳子 他们五个人这样拉一条绳子 然后他们拉到一定的这一个距离过后呢 他的这一个最后一位呢 他又会走到前面这里啦 然后他们就这样一直重复这个操作 我看他们呢是拉了蛮久一下的啦 我觉得他们一个是在拉网上来吧 但是我这边是看不到那个网啦 还在这个海边这边 有人在重浪 我要在这边等一下 我很好奇他们拉上来的是什么 哦,拉上来了 哦,还真的是网来的咧 感觉上是一个蛮大的网啦 好,在他们的旁边那边 但是有另外一组人的是在拉这个网嘛 哇,很特别耶,这个补鱼方式 不是有没有看到蛆也在那个网那边 没有看到蛆也在那个网那边 有没有看到蛆也在那个网那边 感觉很重啊 看他们拉得很实地 也是重复于刚刚的操作了 也是这样子 也是轮流的啦 后面那个拉完了后又再走一前面 你看他们的那个网哦 是条形的诶 但是我到现在我实在没有看到 他们有任何的这个疑惑啦 你看这边没有鱼了 我不知道他们在抓什么诶 你看他们拉哦 其实他们的腰间这边呢 是有带的 他们是借着这个全身的力量呢 在拉的 很特别啊 我看到有鱼货了 这样子长长的一条鱼 到现在呢我才看到两条罢了 这边一条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 他们拉了很久哦 才两条而已 我看他们应该有拉了半个小时 哦 所以今天的收 是算是没有什么收获了今天 小朋友也来玩了 哦 哦 原来哦 那两组人哦 他们其实是在拉同一个网的 哦 你看 他拉到后面那边呢 他就连接成一个网了 哦 所以他们是两组人 十个人耶 十个人在拉一个网 哇 哇 够力哦 他应该是拉完了这个 那我看他的鱼货应该没有很多啦 我只看到 几条鱼罢了 这个是要收尾啦 哦还是他的鱼货全部在后面那边 哦 这边看不到 哦 有诶 我刚才看到了那边很多鱼 所以他的鱼全部是在后面的 哦 哇 特别的补鱼方式 看 看 所以 那个 青色的应该是 啊 等下这样子 整个跟他拿起来 然后就一网打尽了 所以所有的鱼 哇 哇 水母耶 抓到一只水母 哦 你看 你看 现在 围观的人 超多超多 超多 看这个水母 哦 你看 黑是Celsia 他们拉上来了 我去那边拍 看他们的营过 哇 哇 还有人拍车啊 啊 他的鱼果然全不是在 哎 后面那一个网 哇 哦 哦 他们是在刷虾 啊 这些全不是小虾来的 好特别哦 消下来的全部 哇 原来在达安南这边哦 也可以看到这个 啊 在美内的那个海景耶 哦 他就是很多只小船在这个海面上面 那样子 哦 很可爱耶 这样子小小只一只一只的 哦 很美哦 然后在他的这个沙滩这边 啊 这边也是有很多这个原船 哦 哇 漂亮耶 这边 南南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我现在呢 是来到了观音圣像这里的这个庙了 哦 他这边的parking呢 是免费的啦 啊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海景哦 哦 超漂亮的 一路洗过来的那个路段呢 真的是太美太美了 啊 这边被树挡着了 看不到 但是他的路呢是真的是很漂亮 哦 看 南南的海景 哦 美哦 我觉得如果我昨天那个海班pass哦 没有那个雾哦 天气美美 像今天这样的话哦 哇 那条海班pass应该也是超漂亮的 啊 OK 蛮多游客的这边 啊 好 然后 走这边 走这个楼梯上去了 有两座狮子 这个是他的寺庙的大门啦 啊 叫做Jualingung 不知道有没有读对 啊 然后他的中文名是 林应寺啦 啊 Sontra呢 是这个地方的名字啦 OK 现在先去看这个观音先 好 观音是在他的旁边这边的 一条龙 哇 真的很多游客耶 有卖一些souvenir 卖佛珠 卖佛珠 哇 他在观音里面可以进去的耶 是可以走到观音上面的 感觉上应该是不能走上去的 只能进去参观罢了 这边有一间寺庙去看一下那个寺庙 拍照的嘛 拍照的嘛 拍照的 拍游客照的这个 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大门来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观音 哇 好大尊哦 还蛮漂亮的 在这边咯 很多这个盆栽 而且他的盆栽都蛮漂亮的 你看 很美耶 我进去到里面看一下 我进去到里面看一下 超大的哦 ok 要拖鞋 那边太多人了 哦 不用信了 我觉得里面应该就是 这样子来拜拜的地方吧 ok 那就过去看了 现在去他的寺庙那里了 这间呢就是他的寺庙了 在他的寺庙前面呢 有很多这个盆栽 有很多这个盆栽 我觉得他的盆栽呢 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看 哇 剪到很美耶 修到很美耶 哦 好 然后在他旁边两旁哦 就是 这些 十八罗汉的 雕像了 在他的右手边那边有一个 爬果达 然后 走手边那边也是可以去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主边先 好 看这个零印寺 好 蠻漂亮的 这个橘子 过年 过年呢 他们在家门前呢 一定会摆放这个橘子 这边也是要脱鞋 这边也是要脱鞋 里面就是一个殿堂 好 那是大雄宝便来的 给人家去 拜拜的地方 好 现在 我去他的 先从左边看起吧 OK 好多这个旅行团都过来 大浪的游客真的是太多了 好 好 这边给人家拍照打卡的地方 好 有一个花园 一个小小的亭子 蛮不错 蛮漂亮的这里 还有点点像基勒斯的feel 但是我觉得基勒斯太过over了 这个我就觉得刚刚好 好 给人家拍照了 好漂亮的花 好漂亮的花 菊花 拍照打卡 全部都是拍照打卡的地方 后面这边是盆栽啦 是盆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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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知道什么栽欸 不知道什么栽欸 去后面那边看 是盆栽吗 是盆栽的地方吗 是盆栽吗 下一巴 看到河上了这边 这边上面就大概大概是这样了 这边我就不过去了 过去那个Pagoda那边看看 这一座呢 就是它的Pagoda 它前面的那个门我觉得蛮漂亮的 在Pagoda前面这里呢 它有一尊这个 睡佛啦 很多很多游客在这里拍照 然后Pagoda这边哦 它的车是可以直接驾上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Pagoda这边的这个海景 哦 哦 哦 漂亮耶 那边就是达南了 一个观景的地方 哦 前面还可以再走的耶 你看 蛮不错的这个Pagoda 我觉得它还蛮漂亮的 走去前面看 哦没有了 到这边罢了 没有耶还可以再走耶前面 看一下这边的景点 前面还可以再走 有一个小停止在那边 可以 这边可以走下去 可以 这边可以走下去 哦 就是这样子一个停止 然后 没有啦 哦 旁边那边是它的大路了 哦 没有了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Garden 嗯 嗯 OK 好 大概大概是这样 我要回去了 回去我的 Hostel休息一下 然后晚上要去看那个 龙头喷火了 你们看在Danang的夕阳 哦 蛮漂亮的 那相比起河内跟胡志明哦 我觉得Danang这边的交通哦 它没有那么繁忙耶 哦 如果是河内跟胡志明的话 这边 你是看不到空位的 满满都是摩托或者是车辆 我觉得在Danang这边骑行的 是蛮舒服的啦 在Danang这边的日落 我觉得还真的是蛮美一下的啦 很少会在城市哦 看到这样美的这个日落景色 那 那 我是 给我自己又买了一个板米啦 这个是涩爽的啦 等下休息过后 就要出来 其他的夜市那边走走 走走过后呢 就是去看那个 龙喷火啦 这个龙就在这边附近罢了 OK 大家 今天就先这样子啦 拜拜